美国51区有着外星人的传言 是从来都没有断过 而在前阵子有一份 被FBI给封存的秘密文件 因为到了有效日期被解密 并且被公布出来 引发了轩然大波 那就是在19世纪 和发明大王爱迪生 起名的交流店之父 尼古拉特斯拉 竟然是一个外星人 而且这份文件当中 就记录着特斯拉 他曾经非常多次 和外星人有过接触 并且是在1856年 来到地球上的 其实从特斯拉 他所留下来的手机当中 就能窥探出一些些的端倪 他早在19世纪的时候 就设计出了 类似U浮的反重力飞行器 同时他还做出了许多的预言 而且都还真的实现了 或许特斯拉真的就是 来自外太空的访客 只要说到电 一般人应该马上就会想到他 发明大王爱迪生 关于他的故事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但只要提到爱迪生 那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 特斯拉和爱迪生 同样是发明家 同样被世人称为天才 他们也是竞争对手 尼古拉特斯拉一手打造出了 交流电系统 他还有个称号 最接近神的男人 许多发明时至今日 仍然在运作当中 他的精神创造了世界 我们现在知道 派出了一种流动的流动 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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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影响 能够到全世界 从电脑和电脑 直到电脑 直到电脑 可能最印象的最多 特斯拉的工作和創作 出了他的爱情 与他的资源 资源在建议 目标准备 在人生 而非 愿意和资源 不过这样的一位伟人 却在逝世超过70年后 又一次掀起波兰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近许多资料 因为到了年线被FBI公布出来 其中一份就是关于特斯拉的 FBI公布的文件有这样一段话 是对尼古拉斯特斯拉深时的介绍 翻译过来大体意思就是 宇宙人曾经多次接触尼古拉特斯拉 并且告诉FBI特斯拉来自金星 这个消息瞬间就震撼了全世界 众所周知的巴默大王竟然是外星人 这种事情无凭无据 可不能乱说 如果FBI曾经参加我们 我认为特斯拉的结果就像 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大家可以想一个对人类影响 如此之大的科学家 居然是外星人 安排他来到地球的 而且有意把这些技术 传授给地球人 这件事情自然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为什么金星人特斯拉要来到地球 还有什么目的吗 但很奇怪的是 这份多达64页的报告 有部分的内容被引入黑 这些被隐藏起来的资讯是什么 难不成关于特斯拉还有什么秘密吗 他在1945年70以后 他晚年的研究资料 被美国列为国家最高机密 什么叫最高机密呢 一般国家机密 按照美国的法律 50年就要解封 允许民众去查阅 像这次公布的特斯拉来自金星 就这样的信息 这还是属于一般机密 而最高机密的解封期是100年 甚至100年以后都不能解封 那特斯拉到底发明了什么 100年都不能解封 其实特斯拉为诗人所知的发明 大部分都是在它40岁前所研制的 不过在40岁后的发明 几乎都被SBI认为是最高机密 没有公开 过去有流出 疑似是特斯拉的设计草图 上面画的就是类似优服的 反重力飞行装置 为什么特斯拉晚年的发明 都被列为最高机密呢 或许正是它做出了超越人的 那智慧所及的事物 除此之外 特斯拉还曾经预言 会有智慧型手机的出现 虽然对我们来说 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 但在那个年代 却没人相信它 特斯拉也曾做过许多静的预言 而这些预言在今天都成为了现实 例如特斯拉在1926年的时候 就成功地预言了智能手机的出现 他当时认为 当人类能够完美运用无线技术的时候 整个地球将成为一个整体 无论相隔多远处于何地 我们都能够联络到彼此 并且我们还能看到对方的样貌 以及听到它的声音 87岁过世的特斯拉 留给后人许多发明 光是申请专利的就有一千多个 平均每20天就有一个新发明 也让不少人认为 或许特斯拉真的是外星人 才会拥有超出常人的头脑 虽然这一份 虽然这份文件是由FBI公布 但却没有继续说明 关于特斯拉是金星人的后续 让人摸不着头绪 许多外星爱好者都认为 美国一定和外星文明有所接触 不过却很少得到官方承认 直到2019年美国胡椒大厦 公布这三段影片 这几段由美国海军所拍摄的影片 早在几年前就被许多优服研究团队公开 而2019年美国海军也首度证实 这三段影片的真实戏 尽管过去五角大厦没有正面回忆 不过美军则将这些影片内容 定义为无法解释的空中现象 如今五角大厦由官员透露 过去调查中所发现的物理飞行物 部分物体人类根本做不出来 而一些坠落的飞行物 也不是在地球上打造而成的 而在五角大厦 有个秘密单位就是负责追踪 并且调查优服 美国参议院过去要求五角大厦高层 发表有关优服的专案 以及报告观察到的任何现象 这样的举动似乎也证实了 优服计划依旧在推动当中 一种重要的项目是 军队和其他人都在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前世代未曾有可能有可能的事 据美国跟外星人接触的证据在哪呢 最有可能就是在这里 不只美国影集说 神秘的美军基地51区 在进行优服实验 连前美国总统欧巴马都曾经提到 好几十年来一直有阴谋论指车 位在内华达州林肯郡的51区 是这片沙漠中的一个神秘外星基地 虽然美国军方承计 51区是美国测试高科技军武的空军基地 因此才严格管制外人出入 但不少美国民众还是半清半疑 有一名美国的游戏实况主 就在网路上面 号召大家一起来攻破神秘的51区 网路上百万人响意 最够有大概三千个外星迷 真的来了 几百年来人类始终没有停止 追寻外星人的踪迹 这份被FBI公布 发明大王特斯拉是金星人的文件 也让更多人深信 或许还有更多的外星访客 就隐藏在你我身边